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股凉空气的影响早晚是比较凉一些的 但是中午呢因为有机会可以见到阳光 所以中午的时候气温还是会回升到25度以上 是属于这种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 所以也是提醒中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们 早晚外出还是要记得搭配一件薄外套 小心温差变化了 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目前呢其实在台湾北方 有很多水气正在逐渐的发展 再配合呢东北风把水气带来台湾 所以其实呢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 今天还是持续的有一些震雨的情况 一整天都有飘一些短暂震雨 那么目前看起来呢 水气影响台湾预计到明天 而后天呢水气就会逐渐减少了 我们来看一下明天呢 还有一波水气会通过台湾 所以明天北部东部地区 依旧是会有降雨的 那么后天呢礼拜五开始水气就会明显减少了 转成干冷的天气 礼拜六礼拜天冷高压东一出海之后呢 风长转成比较偏东风 更有机会呢逐渐的回暖转晴 所以呢明天后天礼拜四礼拜五还是偏凉的 而降雨的情况呢就只会维持到礼拜四 可以看到呢明天礼拜四 北部东部地区还是有降雨 不过从礼拜五开始呢 各地的降雨就会明显的趋缓了 周末假期更渴望呢 北部地区东部地区有机会可以见到阳光 大家可以稍微的期待一下了 好最正题来说呢 在这个明天的天气状况 跟今天蛮类似的哦 而且呢降雨的情况还会比今天再更加明显一些 主要降雨的地方呢 就是在新竹以北东部地区 都是持续有一些软暂阵雨的 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 而且呢也是持续偏凉偏冷的 低温只有18度 高温呢也只有22度到234度左右 所以呢一整天都是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 大家呢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具出门 做好保暖工作 就是在中南部地区呢 多云到多云时勤的好天气 只是啊早晚也是比较偏凉偏冷的 可以看到低温也只有19度到21度左右 日夜温差大 大家早晚外出同样的 也是要搭配一件外套再出门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